我们都在哭的 老师带着幼儿做户外活动 为了提供幼儿教育 完整的教育方针 金峰相立幼儿园将回归 家长国小的教育体制 让长期处在狭小的 幼儿园空间的孩子 能有更宽广完善的学习环境 回归给教育处的话 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 很好的就会有比较完整 对对孩子来讲也是 其实环境也是 那边重建了有一个好的环境 好的教室 然后空间也足够 让孩子好地学习 不过家长国小 父社幼儿园 目前只有五到六岁幼儿 要容纳相托三到四岁的幼儿 空间有限 通过中央和台东县府协助下 以正式发包重新整建幼儿校舍 预计明年下半年完工 一百一十二学年度 大中小班的幼儿 就能在新教室上课学习 争取到了一笔 两千多万的经费 在学校盖一个幼儿园 当然也是配合金丰相公所 他们相诱的部分要 可能要停招了 希望在嘉然富幼这边 能够遭受更多的孩子 所以我们有重新盖一栋 那嘉然国小有富幼以后 我们的教宝中心 同时在正兴村这个地方 我们也有一个未来的 这个所谓的拖育中心 包括两岁以上 或甚至是一直到小朋友 更小的我们都会来进行 全面性的照顾 经负相公所也规划 拖育和教宝中心合作 希望提供妥善照顾 更小的幼儿环境 未来嘉然国小富幼 江潮沉浸式主义教学 配合在地排完族群 让语言文化从小扎根 原始新闻物举台中金风 参谎报导